说到红牛 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饮料 叫红牛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有一种盆景素种 也叫红牛 我手里这一颗就是红牛 红牛它的邪名叫 侧宗 属于大风子科 侧宗俗的一个 长粒的桥木 红牛它的叶格子 纹身长有刺 它的刺很长很大 它的嫩芽 成红色 不管是什么季节 新长出来的嫩芽 都是红色 红牛它的俗名 一般都是叫做 猪芽肋或者是牛头肋 为什么这种树会被叫做红牛呢 在有一次盆景展里面 有一个在站间的盆景大师 他就拿了几颗红牛的盆景 出去餐长 当时呢 还没有红牛这个名字 而且这个树种呢 也是 第一次在这正式的长河里面参长 所以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它是什么名字 工作人员就问这个大师 这个树叫什么名字 但是由于他这个邪名 侧宗 很难叫 而且他的俗名叫牛头乐 也是 很不好听 所以这位大师就在现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就是因为他嫩叶全部都是红了 看起来也够喜庆 所以这个大师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红牛 虽然红牛这个树种 作为盆景来培养 不过也才 过30年的时间 但是因为他优点确实是很多 现在 认识和接受红牛的人也是很多 他 容易成活 耐修剪 生长快 病虫害少 生长形态也是很好的 我这颗红牛呢 是去年 大概是 劳动节前后挖的 到现在 大概就是 七八个月的时间 就是一个 纸杆 树杆上面有这种 螺旋纹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螺旋纹 不过 看起来还是挺有特色 我以前也在其他的红牛树上 偶尔会见到过这种螺旋纹 不知道是他生长的纹路 还是病虫害的原因 反正也算是一种特色 因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质感 所以今天就是给他简单的换一换土 稍微给他的枝条定一定型 质感的树可以做纹人 也可以做大树形 很多人就说质感的就是没有型 不能玩 其实在正规的盆景里面 很多都是质感为主 只不过是太普通了 很多人不喜欢而已 大家都是喜欢那种 怪装 飘逸的 扭切的 不过这个也很好理解 这种质感因为多 很容易得到 所以大家觉得他就普通了 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种质感的确实没有那些弯的 扭切的值钱 但是如果从网盆景的角度来看 不管是直的还是弯的 最终他都能做成一个盆景 而且每一个人喜欢的 每一个人的审美都有不同 说到这里 我这一棵树放盆也基本是完成了 前前那那就留了几个枝条 做的也不好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没办法 只能一边玩一边学一边改进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乐哥 喜欢我视频的 记得给我两个赞 加个关注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建议的 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